小小孩子今天帶來是The Viper對上目前天梯排名第一的Lucy Funnel Viper是上一屆的那個 等一下我開一下那個聲音 R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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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per是上,上一次大賽 juniors杯的冠軍 我們要重新開始 有聲音嗎 有聲音的話 幫我在聊天室打個1 我們這場看到的是 阿拉伯吧 這應該沒錯吧 我總不會連阿拉伯都認不出來 開局我們來看一下 兩邊的位置 分別是 Viper用的阿拔斯 在 在2點鐘的方向 然後 Luciphon在 接近7、8點鐘 比較接近9點鐘 8、9點鐘的方向 用的是螺絲 螺絲對阿拔斯欸 感覺螺絲開大欸 小型貓咪怎麼看 小型貓咪是啞巴 沒關係 開局這邊先下了一個狩獵小屋 補移動房子 這邊 這邊 一樣是那一套斑路流 狩獵小屋開始補 刺猴之後 準備開始打獵 然後開始 等一下上時代之後可以斑路 通常是會產到7隻 目前的 之前的主流是3隻 那現在的主流是7隻 我只能說主流變化的還是蠻快的 這邊已經開始在打了 通常是3隻上時代在補吧 上時代在慢慢補 突然講話好大聲 調小聲一點 先點那個金門 阿你怎麼看這個被狼咬的操作 沒有那沒差 沒差咬不死 他會回血阿 對齁 好 沒事 沒事 感謝訂閱 好像遮到資源了 往下移一點 還是放在這邊 可以 我們就是要像那個XX XX聊電競 天天聊 XX看電競天天聊魔獸那種 我們 參考一下 這個餵羊餵得不錯 都放在TC旁邊 然後 看起來目前是 喔他拉一大群狼過來 這個有點厲害 目前是3次猴在跑 然後地圖開了一半差不多了 我們切到viper的視角 viper這邊也有 也有在開圖 viper也兩次猴開耶 他自己也TC 殘一個赤猴 遇到螺絲 我會TC 第一個殘赤猴 OK 這邊算是一種牽制嗎 兩邊都在拚那個赤猴 重置普攻 那個bug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改 你說什麼bug 這是重置普攻嗎 喔 你說這個連續普攻嗎 對 你知道那個 現在投石機也可以零冷卻嗎 你說 射出去以後就是 對 手馬上丟 對手馬上丟 阿怎麼雙 雙雙頭 就是那個 我一讓他投出去石頭 然後切換 然後馬上讓他瞬間冷卻 馬上可以再投下一輪 很多腦殘罵人 好 經濟偏電 看起來是 是不是有機會開2TC 打螺絲應該不會開2 欸他真的開2TC 不是啦 因為螺絲雙 就是搞赤猴的話 我不知道耶 因為你開TC的話 你的時代3就沒有辦法 更好的跟上他的速度 那你覺得螺絲這場怎麼打 螺絲打直層 螺絲就 基本上只有一個打法 這是直層減弱 直層然後 三射箭場 搞攻馬 不一定先把攻 看對手數 如果對手是爆小攻 時代外爆小攻 第一波可能會選擇出裝甲 OK 所以他這邊也在偵察 不過好像 欸有有繼續補赤猴 然後開那個 專業赤猴了 好 Viper這邊上了時代 這邊應該直接會先點那個 新鮮 食品 欸 這個 這個有被改嗎 喔沒有沒有沒有 那只是Viper 這個 打那個 直上彈兵 Viper說這一個要砍 就是不要砍 不要減少這麼多成本 他說減50%太多了 對 目前配了兩村金 然後七村的石頭 肯定是要開TC了啦 應該是要蓋在這個果樹旁邊吧 可是他這邊果樹也沒有下模仿 羊肉快要吃完了 然後再來看一下 Rucifer這邊260開了第二階 還沒有到第三階 然後這邊很怪 為什麼他這邊沒有那個 木製的 木製要塞 你怎麼看 好像很喜歡這樣做 很奇怪 所以 對 對 而且現在是一個 就是對塔 就是互相塔 塔對方的自己塔自己的 流程 結果他竟然沒有塔自己 很怪 他這個木頭 少吃到很多那個 buff 好這邊果然雙TC 看他的RP也是 不太喜歡造作塔 但是他的300木又不造作塔 奇怪 偏怪 我個人覺得偏怪 這邊給他心裡扣一個小扣分 因為他是 八村是要賣木頭的流程 就更需要這座塔 對 他八村踩了 這邊是 五金流 賣木 然後換金 這邊一直在 偷肉 這邊有夠卑鄙的 好這邊 蓋起來了 如果要不蓋塔 還不如賣肉的 因為他有撿到對手一探路 對 這邊門口這一段 然後如果是有採肉的速度加成 賣肉 賣肉嗎 賣肉效率 對 對他如果沒有要造作塔 那是不是要先開生存 生存技術還沒開 通常 會上千點三本再開 OK 因為是五金流 五金流如果先開這個 生存技術會影響到上30 嗯 了解 因為我們這個 金門交換 是有 是有 隨時間的 次數限制 好這邊 為什麼他這個TC要壓在木旁邊啊 他原本這邊要吃這波 鹿肉啊 只是被搬走 呵呵 被搬走 雙模仿 什麼概念 喔 邵戰 先邵戰再模仿 嚇我一跳 他很怕欸 這把好像都太多村 太多村造這個地表了 他一開始六村造這個 現在是 十六村 十五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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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十六 十五村 十五村 但是他一個兵都出不了啊 他的BA也還沒下 欸對欸 這沒有下弓箭場 喔有有有 欸有有有 兩個三個 那他還不如十村造就差不多了 對啊太多了吧 偷硬流 這樣就一個兵都造不出來 而且他這邊是完全 零金欸 他到底要怎麼慘功嗎 他是要搶遺跡吧 如果要怎麼壞神 喔有一隻 有一隻生女 也沒有那麼急啊 對面 對面也是兩隻隻在弄 欸只有兩個欸 他卡人口了欸 你看那個沒有那個木造要塞 真的差很多喔 木頭超少的 欸這個流程可以打到天梯第一 怎麼打的啊 他可能不是玩螺絲的吧 還是他不是用螺絲爬上去的 你有可能 啊 哇這個 ㄎㄧㄧㄤ好多肉喔 喔 他的傳教師要出來了沒 第一隻還沒出來 來了 這個拿這個毛真的太明顯了 如果他沒有拿毛 他跟一般的馬一樣的話感覺 會不好點 感覺會不好點 他還是不照木照要塞耶 天啊 那個木的插額真的差非常的多 然後開始纏這個騎馬弓兵 搬了一個遺跡 這邊看能不能用兩倍數看一下 Viper開始控圖了 這邊很二代的玩法 直接開始拉牆了 你怎麼看 拉牆這邊 限制他多線的能力阿 你說放馬弓 OK 可是他這樣挖一挖不是這邊就有洞了嗎 他這邊挖一挖不就有洞 至少側翼不會被打 OK 然後開始搞聖帝佔領了 他這邊是要搞步兵流是不是 長槍配公兵 來了 他轉裝甲嗎 沒有吧 他開了兩個射箭場一個軍營 喔 看錯了 他要搞防陣阿 他要搞防陣 他要搞防陣 那就是要投車配門嗎 配牠子 欸 牆要破咧 赤猴燒搶真的太快了 而且不知道下一次平衡到底是什麼時候 赤猴真的不改嗎 赤猴 真的是他真的很怕他的那個 馬弓 很抖很抖很抖 這邊 有沒有 哎呀 這個 赤猴直接被點爛 而且他裡面是混了一隻生鋁阿 在這裡 這生鋁好兇 怎麼會有大吼聲 阿阿阿阿阿阿阿 他目前什麼什麼傷害都沒造成 總覺得這視野太近了 你知道嗎 那真的不能再調更遠嘛 這個視野真的好近 可能是你的螢幕太小了 欸對 有可能 我等一下再調一下縮放好了 欸我真的覺得Lucifer這個 縮線好像還行喔 雖然這邊是被追著暴打了 啊這個在幹嘛這個在幹嘛 現在 出名41比60 已經多50%了 看一下是一個村民 欸好沒有村民數量 看每分钟收入就好了 這邊50舊農嘛 我們看一下Lucifer 欸真的欸 農差了快20農了 3遺跡加3生地相當多 看一下有幾個遺跡 所以現在經濟還差不多 3遺跡 有3遺跡3勝地 應該是差不多的經濟 啊這邊是怎樣 在人家面前照照頭車 他爆炸了 欸對方這麼多小弓 他不轉那個喔 中馬 近戰馬 我看 我看 暴稅是3把場他就會 馬就 那都是一方這裡是4把場直出馬攻 他還有馬攻射小攻 回編騎士最近陣容的殘兔其實太多了 因為他還沒有補翅猴 喔沒有補翅猴 對阿 他不會這樣一路被反推回來吧 太爛了吧 存出 馬攻就是這樣 欸沒有攻防欸 存馬攻他的 是怎樣 那個血量也沒 他也沒生那個 馬的血量 欸他們有兵工場欸 是怎樣 喔在這裡 他終於在升攻防了 欸有 有遠商兩 再升二階 這邊沒 這邊有一個 這都還沒有生是不是啊 如果是1的話 有一攻吧 喔有一攻 好 看一下 好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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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邊就持續的給壓力 這邊開始造投車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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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他還是繼續用刺猴耶 然後用身旅戰士前排衝 他是有補一些獅猴做塔 用那個 狩獵小巫產獅猴 他的金也太多了吧 三聖第三三遺跡的金這麼多 好扯 一個100 一個兩吋多一點 他現在每分鐘有725欸 六個加起來也是20分 然後這個生旅戰士的buff到底多少 他的提升戰鬥力 買了一個TC出來 然後推出名次了 喔有 那你怎麼都知道他搞一個TC出來 蛤 蛤 你的畫面太胡了 我看我自己 所以你現在是在看誰的畫面 我在看我自己的畫面 太小了 笑死了 你的畫面太胡了 那好像不用開分享給你了 沒有 開分享主要是我可以跟上你的C牛 喔了解了解 好還是要開一下 我現在時間是17分16秒 我中間這邊一直攻馬拉鋸欸 我要快轉一下 然後感覺一直在給viper農的機會啊 viper這邊已經78農了欸 然後他的那個弩炮也出來了 弩炮現在好貴喔 電光有玩時代嗎 有 但他後來沒有玩 而且他的黃金時代好像沒有 連滿是不是啊看一下 對阿這個伐木場沒有連到 結果黃金時代只開了一階 他蓋的建築物太傻了 黃金時代要觸發太難了 黃金時代要觸發太難了 只有一階嗎 對阿只有一階 超慘 我現在是18分半 有一個大會戰 我蓋到120分口才只有一階喔 對 mike也忘記點這個知識保存 好像很容易忘記點這個 正常吧 還是Lucy反而想要搞一個聖帝獲勝啊 有可能嗎 聖帝獲勝還是太久了 很難 而且他不會顯示到底要幾分鐘 安聖帝的地圖 本來要聖帝獲勝就對了 這個觀戰模式怎麼沒有顯示說 聖帝佔領時間倒數 有 遊戲做很爛 遊戲做很爛 爛遊戲 退掉退掉 欸嘿嘿 跑跑出來講話好嚇死人喔 罵人的時候我會出來 好那罵人的時候等一下再cue你好不好 好那我滾 好 拜拜 這邊感覺還是Lucy反而佔優欸 雖然viper農比較多 然後這邊的賞金還是不行 就是破不了 木頭的話這邊有生科技了 我吃到20分鐘還沒吃完 什麼東西 你說鹿肉嗎 對啊 欸真的欸 還在吃欸 他到底拌了多少鹿 神力又被壓制了 弩炮對決 這邊是老練長槍 老練弓兵 對上騎馬弓兵 欸真的是 一股腦的出騎馬弓兵喔 不轉兵 總是要有人打前排吧 多出一點刺猴好嗎 哇 Lucifer呢不用踩金 他的 金的量就已經跟viper差不多了 他viper是集中在肉跟木 那不得不說啊吃鹿肉的效果真的還是蠻好的 而且還有那個賞金加成 但是小弓就是 無腦海啊 你弓馬控的再好 還是會被射爛 目前為止交換看起來就會蠻有優勢 看一下交換好了 目前 極殺數 Lucifer呢 比較優 損失數Lucifer呢 也比較少 viper死的多 殺的少 冰比較便宜 對啊冰便宜 目前兌換的比好像是55開耶 沒有說哪一邊 有 換的比較 大有死這樣 換起來 場面也是Lucifer 比較 有優勢 不知道為什麼會輸欸 那怎麼爆雷了 爆雷啊 不要欺負我沒看過蜘蛛人喔 好不好 不要爆雷了 蛤 你開局就已經說誰出誰贏了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都沒聽到 大家都忘記了 忘記了是不是 這個點那個 扭力弩炮到底有沒有用啊 他這個少戰去點扭力弩炮 強嗎 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少戰啊 他去升級這個扭力 扭 扭力 弩炮 你說那個炮他還升級喔 對 有用嗎 有用 有弩炮的效果嗎 是比弩炮強還是比弩炮弱 主要是他很便宜啊 170出資 在關鍵位置做一個輸出電腦 唉唷不錯欸 61欸 61欸不錯欸 射程有9個 欸他這樣真的不錯欸 因為現在扭力弩炮的攻擊才30 10的射程 10的射程 然後這個少戰他是61 然後9的射程 欸真的不錯欸 他這樣以後搞那個塔攻就好啦 我就一堆少戰插過去 然後一直升扭力弩炮 呵呵 好像不錯 好像還快轉一下 Viper這邊好像想要打個側邊偷襲 搶這個聖地 然後 這邊對抗的時候偷偷的 上滑上面聖地踩掉 喔這邊 喔原來Luciphon喔 這邊在偷上10代 這邊有個會戰 24分鐘的時候 其實上次 有什麼用嗎 要出什麼 他想出工程器是不是 他想出火炮嗎 我覺得有可能 可是弩炮很多欸 好 上次了 看一下他撿了 4個遺跡 對 4遺跡 還有一個在Viper的牆裡面 平時可以補一些小弓吧 他怎麼一直只出馬弓啊 就很傻啊 一股腦的出那個馬弓啊 而且他有塔的話 他發木效率很高 他也沒有造過半個塔 對 他完全沒造塔 你跟木造要塞都沒有 我真的懷疑他 根本不了解 羅斯的一些文明特性 他完全是用基本功在玩 有可能喔 有點像是我單手讓你都會贏的感覺 那遇到Viper 讓單手也太奇怪了 哈哈 哈哈 欸Viper真的純步兵欸 完全純步兵欸 他上次的資源換成20個騎士 Viper能不能擋住嗎 Viper這邊到底幾 Viper111農 狂農欸 Viper這個病毒組合還蠻怕的小公 你說出小公射他嗎 對阿 不是出投石器 小公加騎士 就是 喔喔喔 投石器也可以 因為投石器他有什麼怕 小公加騎士的話 那這個前排被容掉 騎士只有把他碾過 是喔 RUCIFAR這邊的前排只有僧侶喔 上次這個選擇很奇怪 上次完全沒有任何用 欸這 這邊就站著被射爛了吧 我們完全沒辦法處理阿 他真的不打算轉兵喔 出個有用的兵吧 斷Viper的接兵 真的是無腦碼工 看一下Viper到底開了哪些科技好了 喔他二接了他二接了 黃金時代二接 這邊也上時代四 知識保存一直沒點欸 忘記了吧 出兵也在採住了 兵出來一個死一個 然後他的那個步兵科技也沒有點 你看那個步兵科技 他有加步兵15%的生命值欸 很強欸 沒有點 有這麼樣的一個科技嗎 他這邊常常只剩弩拋了 那是時代四層 有阿 軍事他不是有蓋軍事偏電了嗎 那是時代四層 對對對他還沒上市 那要等他上市才可以點 正在升級 好 來可這一波死光了 你怎麼看 接兵 接不過來所以 至少會被吃掉 只是 已經拖到很多時間了 他怎麼在照沖車 沖車有效呢 沖車有用嗎 我覺得衝車沒有用 目前 這個冰濃組合衝車還是有用 這個冰濃組合沒有弩炮 OK 因為沒有弩炮所以才 才可以發揮作用 100 應該也很少 116農這是怎樣啦 viper是沒有 他的農要多到溢出來是不是 太扯了吧 沒有農沒有按到130都補身太多 130差不多 所以130才是合理的 每個科技都很貴 這倒是 而且現在因為 鹿肉吃完了所以螺絲感覺轉天 需要一段時間 資源蠻乾的 上市的選擇 太奇怪了 你說不要軍蟹庫嗎 就是他不要上市 他那些資源轉換成騎士衝進去 viper應該是擋不住 反而是現在是viper的經濟 有他終於記得有木造藥塞這個東西了 他在側邊的那個林區有下一個木造藥塞 還沒有 超級 我懷孕 全牌全排通用大敗都用伺侯啊 還有勝率 還有勝率 還有掌握到伺侯OP這件事情 但是太少啦 不夠多 93農的經濟有輸很多嗎 看起來還好 viper現在120農 金晶應該是差不多 但是人口差了 對viper人口數一個大優欸 130人口 這邊一堆衝車加步兵海直接過去 這邊不知道有沒有點那個科技 看一下 欸點了耶 復兵的那個加血科技點了 這邊大會戰 29分的地方 大會戰 這一波只有精銳攻嘛 感覺不太夠 前排有很多刺猴 赤猴 但是赤猴碰到那個長槍兵融化了 金晶強兵還是最強 抽一下40 這我已經看不出來 堅持馬攻 馬攻到底欸 我是覺得其實一直沒有轉兵的話 我是不覺得有贏的機會啦 他一直在找那個大型箭塔 來不及了 真的 直彈野兵總可以流行 不過說到底 應該還是上司 上司翻車 一台投資車應該要打領主 他太晚開始造塔 木頭的收入也是有差 對 木造藥塞太晚下 那個木頭收益差太多了 Flyper即便是2TC也是20分鐘以後 經濟才有最強的 就是一開始前面給的壓力太小 因為馬攻被圍牆拖到了那個進攻的路線 Flyper的經濟吃到20幾分鐘後才有更強 Flyper的經濟 好 我這邊結束了 Flyper的經濟報稅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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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yper的經濟報稅整場只出馬攻加4 怎麼看 Flyper的經濟報稅我覺得我打他的話他一定會輸給我 Flyper的經濟報稅 好 我們來看第二場 我廢話不多說來看第二場 Flyper的經濟報稅我剛剛沒看到欸 Flyper的經濟報稅沒有啦 Flyper的經濟報稅沒關係你可以看第二場 Flyper的經濟報稅存馬攻會打出騎士加馬攻啦 Flyper的經濟報稅馬攻加赤猴馬攻加赤猴馬攻加赤猴會輸給騎士加馬攻 而且我跟你說他們的那個流程他們會超級缺肉的 你出赤猴只把肉幫 欸赤猴60肉欸啊一隻馬攻只要80肉 對不對啊那個木頭等於是 因為木頭基本上不會踩完啦可是你肉 你肉到中期大家都很缺 那你把肉浪費在那個赤猴上面 到後期就是會輸啊 除非你在前面 就是可能早期的時候 大家十幾隻馬攻啊你就是比別人多了很多赤猴去扛傷害 然後就一直壓著對方打 這樣還有機會 好我們來看這一場這應該是巨石彎吧 我沒有記錯 等一下這靠北你們是你們不是看直播 這個不是已經那個了嗎 我們我們現在是回放 我們我們是有是有水準的回放 我們這 他這我都看到了 好好好那那你不要爆雷我最討厭有人看蜘蛛人爆雷了 喔不會啦 欸對我要跟大家順便說一下 好我們讓爆睡發言一下 如果對面你看到對面出一堆赤猴那你就是 馬攻就是不要跟對方拚啦你就躲在家裡面吧 等那個 兩邊數量都起來之後 刺猴的影響就沒有那麼大了 最怕你是少量的就是被對方給 不用怕刺猴換你的馬攻 這樣子 好說完了說完了 OK 我們來看一下這張地圖啊巨石彎然後 Viper這邊 藍色 用的是法國直接開一個碼頭 沒有什麼問題 Lucifano這邊選的是英國 然後也下了碼頭 問題不大 我聽Max說這張圖法國還是沒想到 誰 但是我最近 最近玩的感覺是螺絲打海這樣 英國 英國打海沒優勢吧 螺絲還是實在拚不贏法國啊 法國如果他是那種 上封建直接雙碼頭 他出兩隻你就爆了 因為我今天就是群島圖用模式跟 那個法國打 感覺 還蠻好打的不知道為什麼 他出幾艘漁船啊 就那個法國 我還沒看過RP不適應他水 沒看過RP 你打的時候不是可以看到他有幾艘漁船嗎 呃 我沒有注意 哇 哇 沒注意 應該只有四五艘之類的吧 對啦 就是法國 如果是法國打螺絲的話你就是 要在上風前就蓋好兩個 碼頭 然後就先給他 先給他的 弓箭船打一下你的兩艘 兩艘弩砲船同時出來 就可以打回去了 你們有沒有看過那個啊 那個神羅用一艘船打螺絲四五艘他的四五艘船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那個 因為我之前遇到 螺絲 也是用法國遇到螺絲 然後 他是從私底艘騎在我臉上 我兩艘出來的時候他有私底艘對不對 他一開始也不急著過來打 就是他只變一艘過來 刀擾你一般你逼到要趕過去 我覺得程式也太慢了 對面十艘船 正常情況可能對面有 好啦比較多可能七八艘打你兩艘 可是你還是會贏 所以你還是要那個啦 拋船要一直狂說 不過很少打海 不過偶爾打擊場我是覺得法國還是最強的 就是無腦強 你怎麼看嗎這場還蠻精彩的喔 他怎麼在 他在打 直接把他打死了 欸怎麼這隻也死了 他沒有打到為什麼這隻也死了 有啦有啦那個村民 這樣子 這樣子的動作出來的時候 你就算拉走他也是會死掉 呵呵呵 這麼扯 敲下去的話 喔好又學到了一課 空間射到 人以後他躲到他裡面 他還隨便射 如果你看到對面刺猴有帶羊然後又來砍你村那你就是打他羊 呵呵呵不是打刺猴 打刺猴沒有用 不能打刺猴不能打刺猴 打刺猴他根本無所謂 因為他砍 他會把你砍死 唉唷這邊是不是搞個貿易開局 有沒有戲 正常應該只是 單純要把肉換成金 方便出那個 補炮船而已 就要打海的話 喔所以他不是要出貿易船 跑傷 只是要把那個肉換金而已 啊這村民怎麼快快快撬了 赤猴從政府工真的好知道 對那個應該是個bug 應該之後會改掉 不然那赤猴戰鬥力太強了 赤猴戰鬥力太強了 你赤猴有在空的話可以打贏那個騎手你知道嗎 赤猴打贏騎手 一打一的話 這麼無比 對啊 騎手 現在那個騎手只有那個啊 125滴血 赤猴是110滴 赤猴的出刀速度可以快到比 比騎手快兩倍以上 我是聽說騎士也可以取消 喔 那就沒必要了 可是有點沒必要 因為 有沒有取消就 就沒差多少 赤猴是有沒有取消會差到 兩三倍的傷害 永住也太快了 你看你看你看 對你看他那個攻擊力速度 沒有夠誇張的 差個 有點直障 攻擊速度3.75 那他怎麼可以一直砍 好扯 就是移動 取消攻擊啊 那個 Turbug 施法前搖對不對 跟打獵巫是一樣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玩過柔 就是像雷文的取消攻擊一樣 A一下點地板 A一下點地板 取消攻擊不應該可以 讓冷卻 就直接 不用冷卻這樣子 就像他之前不是可以連續射箭嗎 刺猴以前不是可以連續射箭 他跟狂砍欸 你看他攻擊速度有多快 這個不用禁用嗎 就用了直接判敗啊 太扯了吧 沒辦法因為 這不好 因為 因為 不好判斷啊 因為你不小心點錯 他也會什麼 因為你知道 這個已經 會變成肉洗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這個遊戲的 遊戲的製作公司不會寫層次 然後變成大家一直濫用這些東西 喔沒有設施 差點設施 沒有設施 而且等一下又回血了 對啊你 感覺RUCIFAR被 被AP的碾壓了 看一下農好了 這邊 viper31農 Lucifer農30農 你看RUCIFAR他有出船嗎 他沒有漁船 有很多 NIFOR7 7艘 viper6艘 5艘 阿viper現在幾艘戰船 viper沒有戰船 我這邊看信仰 應該2艘 應該2艘 有這邊1艘 他擋口下還有1艘 對面對面 應該還有1艘 沒有 沒有沒有看到第2艘 只看到1艘 他這個羊沒有帶走 他是怎樣 這邊在幹嘛 有可能是 我在幹嘛 被射掉了 哈哈哈 可以放 完了 完全可以預料到 英國這一場 圍了 這張圖怎麼會 這邊好像也要掉了 這張圖 最少也要選神羅吧 選英國有什麼機會嗎 對啊我也不懂 法國被BAN掉了 他們有選BAN嗎 有有選BAN啊 應該只能是法國被BAN吧 可是 也可以選神羅吧 英國有什麼優勢嗎 賭船真的很扯 血量這麼高 我覺得神羅的船也是很難打 法國的船 就是神羅靠塔 吃那個 港口旁邊的魚上城堡 啊 然後 再想辦法挑地王 就靠遺跡 上地王 然後用 路上緊地去想辦法 然後跟他打 夠到後期慢慢打 啊 沒關係啊 他可能是 我覺得這個戰術不錯 就是把法國BAN掉 然後選這張圖 基本上就 穩拿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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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穩了吧 他這邊剛好可以封死耶 好扯喔 他這樣拉一點點牆就直接把路封死 我還以為是 黑森林 機動性很差 可是我覺得這遊戲的 船的機動性一點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他沒有要做海戰啊 你船跑得快沒有用啊 人家就把你剛打掉就好了 啊 這船真是殘破不堪耶 什麼時候要擱淺啊 又來了 不用做事了 都不用做事了 這邊也是這邊也不用做事了 他進不去了 白癡 他進不去了 他沒有把船點進去 這邊 爆啦 然後這邊 這個這個會被射爛吧 只剩20滴血了 這裡八個長弓 打拼一個騎士吧 喔 上面在打了 有 開打了 這邊tag一下 彈團會吃併工廠嗎 他鑽進去了 他用村民砍木頭鑽進去耶 好聰明喔 喔對大家記得喔 就是你村民把樹砍倒之後 雖然那個 倒下的木頭還在 但是那是可以通過的地方 直接開走 其實圍牆要 就是圍到那個木頭 這樣就沒辦法砍樹 直接插塔了 直接插塔了 可以可以可以 這樣子就要圍太大了 也是 因為法國不是那個學校開 所以沒有金馬可以採 欸有 他開馬舊了 Ryper有防 Ryper有防 這城牆還是有起到預警 但是還是十二十五村 開了一馬舊跟兩個射箭場 可能是五個漁船 遠比五千強 可是他 投在海上的資源也太多了吧 一艘賭船的資源是多少 海上一定是要打掉的 海上一定是要打的 海上要先贏 還有 才有後面的 漁船補這種 深海魚 一個漁船 比兩村都差不多 你看一下那個露西法還有沒有繼續補那個兵吧 他的兵有沒有繼續從路上走過來 有 一直有在走 一直有在走 一直從議會廳出來 議會廳的線直接指在對手家裡 如果放一艘船在岸邊 那些走過來的全都 全都死光光了 對啊 就 半路上就被打死了 集結點直接是在這裡 開始造衝車了 這一波打兇的 我覺得是Ryper應該輕鬆手 不一定 畢竟那個 常攻配 是你的身材 是你的身材 露西法有看到那個騎士嗎 他有意識到有騎士嗎 你看他有沒有看到那個馬舊 加強兵 其實他強兵一個都沒有了請忘了一下 這四個金馬才去 喔 攻兵配馬 是不是屌虐了 這有藏槍也沒有 有藏槍也沒有救 這邊直接帶走了吧 感覺過那四隻騎士就 又處理不了啦 直接全部念爛 打法國兵用組合通常 還是用那個吧 洗手加槍兵 可是洗手被砍 是這樣 完了 GG 感覺沒有 感覺沒有想像中的精彩 就是海上雖然 有點 有點交 就是有點交流 可是陸戰怎麼一波直接沒了 應該說 因為你看到他在這張圖選擇用長弓去打陸地 我覺得這是精彩的地方 就是一個不一樣的思路 正常來說你不會想要這樣子 正常來說不會想要這樣 不過那也是因為他 他根本不想打海你知道嗎 他就輸一艘船 想說可以燒幾艘魚船就 就賺了 可惜可惜 如果跳城堡可能還沒有機會 跳帝王 對啦神羅 反正大不了海上全被你吃 我上帝王有那個 超快速TC 沒錯 而且可以靠插塔還是可以比較 神羅有個缺點 長槍兵不能防衝鋒 對啊那個 那個BUG啊 你知道他差多少嗎 可能要別人兩倍的兵才能擋下同樣數量的騎士 有夠差 不過神羅的裝甲 就是 直接硬身衝鋒也打 在哪裡 就同支援 同支援可以 OK那這一次的八強我們先錄到這邊 我們接著看其他的比賽 很好玩了 他們有時候再看一看 對 以警方的